等待耗置燈變換 起步過馬路 但才走一半 卻遭後方一輛左轉的客運撞上 司機當下緊急踩煞車 換個角度看 當時司機已轉彎 似乎沒注意到左側 直接撞上富人 瞬間倒地不起 事發就在十四號上午九點多 當時王姓駕駛準備要左轉 中正北路一段 卻撞倒正在過馬路的八十二歲徐欣婦人 導致婦人頭部撕裂傷 輕微腦震盪 左手骨折 好險送醫後沒有生命危險 但十一號才發生客運 左轉撞死一名九十二歲的老先生 隔幾天又再度發生類似事件 客運公司也回應 會和家屬保持聯繫 並負責相關賠償 記者 李宗盛